現在還衝刺打疫苗 可以找議員安排的耳語 有地區喊加一劑五千塊 重挫防疫人員的士氣 掀起了強力的反彈 這可以這樣賣嗎 這是很嚴重的 把防疫當公關 把疫苗當綁裝的工具 甚至把疫苗當身材工具 這不是縣市政府了吧 你是堂口還是店面 這事情陷在那裡 新聞怎麼會走出來 因為有人拿著一直電 有人在叫 有人在叫我找某某人 我可以先煮疫苗 不過黃醫大哥 這事情要對另外一個很兇 不管是這一個連江縣 馬祖的他的縣長的兒子跑去打疫苗 黃昭順 之前昭順阿姨 我們就看到他跑去大商醫院打了 現在抓到最大股的竟然是雲林縣 變成結構性的 你如果說只有一個張榮衛 那個錯誤承認 一個點過去了 他現在是整關的 甚至於點出他們違反順序去打疫苗 他還要把公圍的人割 這事情有兩個點 第一個疫苗的順序 他要告人啊 我待會兒說 國民黨都無主意 這個疫苗施打的順序跟防疫的戰略 部署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第一順位是醫療跟防疫人員 而且很嚴謹 一二三順位 你現在拿一針去打那個不是前三順位的 你就害一個醫生 害一個護理師 害一個基層的防疫人員 面對疫情的風險 卻沒有保護力 因為疫苗拿去打五千 拿去到條下 拿去到國民黨黨部主意 那黨部主意他怎麼改選 他說我雖然是國民黨雲林的黨部主委 我另外也兼公測會的主委 那公測會會去接觸廠商 所以屬於第一線接觸防疫人員 聽你五四山的雲林縣的衛生局長 你告訴我們大家一下好不好 什麼叫做第一線防疫人員 用這個理由讓他打 只要敢派給 政敵最有厲害的 就把醫療人員 防疫人員需要的疫苗 拿來打 如果還在賣五千塊 因為那不用錢 你又賣五千塊 那五千塊是進到誰的口袋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犯罪行為 很好笑 之前國民黨不是每個 很多的國民黨政治人物都說 對AZ沒信心不要打 不想打嗎 因為現在搶著打了 搶著打就算了 親一個五十 朋友八十都要來煮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一方面當然我們講臺灣在疫苗覆蓋施打率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越多人打越好 但是如果說像剛剛說的 他是造冊 每個縣市都有造冊 你造冊施打的情況 你可以打在這個人身上 那你是把誰抽掉了 你在造冊的情況之下 你是把誰抽掉了 把他的名額給他 一定是有人沒有打才有名額 而且你是醫療人員家屬 我這兩個禮拜以來 有非常多醫療人員的家屬 他們都是用很客氣的語氣 跟我說 我們知道還沒輪到我們 人真的那是在便宜吃頭路的 那些醫療人員家屬說 我們知道還沒輪到我們 但是拜託 如果醫療人員打完了 前三批打完了 可以的話 趕快幫我們爭取 我們是醫療人員的家屬 人家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請問一下 張立善縣長 你是每天在醫院 做腹押隔離病房的嗎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證 知道了